无数砖瓦掉落在整栋老旧建筑周遭围成一圈瓦力堆 一块块大砖头还多到遮住马路上的机车停等区 看的人触目惊心 正片窗户也从二楼被震到路面上 水管则破裂漏水 警方货报后立刻派员前往现场拉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受伤 这件之前在去年已经有结构鉴定过 有安全之余 所以那时候我限其他搬离跟限其他拆除 现在已经状况已经因为地震造成损害 明显已经有危害公安权 然后强势拆除 这些位于基隆市区一一信私路口 三栋近七十年的老旧建物 早就有倾斜朽坏骑楼下线的情形 没想到随着台湾东部海域 今天清晨发生瑞士规模七点二有感地震 且基隆市最大震度达到四级 这三栋老旧围楼掉落更多砖头 而大地震的剧烈摇晃也导致桃源机场 港行下内多数天花板墙面及洒水头掉落 不少等待搭击的国外旅客 首度碰上纷纷吓坏尖叫 甚至有旅客一度吓到脱口骂出脏话 目前出境两名本国籍 入境一名越南籍旅客被砸轻伤 陶原机场节运阴影地震全线暂时停驶 陶原市内中立区也有上万住户停电 中立搜狗外墙磁砖掉落 有型人走过去被砸到 新竹多栋名宅内部也出现天花板掉落电线外漏 新竹县政府目前接获十五件救护通报 其中十二件是电梯受困 所幸占无检无受损 坚实部分道路则出现落实 民众不论是否出行都得孝心做好相关防护 已被余震又带来冲击 新新闻 杨华春报道